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夜主角是我和你 耳边听着 我要给你灼热太阳的耀眼 融化你我每个小情节 让一天一天都成为了 每一个新的第一天 翻高灰洒绚烂星空的狂烈 不如有你陪我的画面 让一分一秒都定格成永远 我要给你灼热太阳的耀眼 融化你我每个小情节 让一天一天都成为了 每一个新的第一天 翻高灰洒绚烂星空的狂烈 不如有你陪我的画面 让一分一秒都定格成永远 让一分一秒都定格成永远 真没想到 苏丹丹竟然那么多故事 我倒是早就发现了 你看他平时不怎么跟我们来捞 好像很孤僻的样子 其实这种人骨子里都绿叉得很 对付男人可有一套了 自从上午事情来了之后 公司的人就一直在聊我的事 那你可得看好你男朋友啊 别让他认识了苏丹丹 他要是敢抢我男人 我让他好看 你说这一个上门了 那是不是说明 还不止这一个呢 不好说 女海王了说不定 我还听说 你上次推荐我的粉底液 一点都不好用 是吗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呀 你的杯子我拿了 谢谢啊 管好你的男朋友 别让我碰到 嗯 总算让我出了一口客气 挺好 那我的就定啊 你别着急 我先看看别的 但是我老感觉你这个啊 就哪儿不对 我说不上来 嗯 没法我看看你的 好 又是医生啊 对啊 但是我们两个设计这医生不一样啊 在我这儿看都是医生啊 就是 再说这个医生的想法是我先提的呀 那我先做出来的呀 不不不别别别别吵别吵 嫩嫩我看看你呢 好 我知道问题出哪儿了 刚才我看这三个都没有露脸啊 这是合理的呀 这是他们的职业特征啊 你十二个盲盒里面有三个看不见脸的 那消费者买的就是人物的表情和人物的神态 生动 你这不露脸算怎么回事 老板 我这个医生 露脸 我知道你这个露脸 还是用大宝这个吧 但是要修改 嫩嫩你这个也要改啊 把脸露出来 把这个头盔可以放到手里面 好 行吧 今天就这样吧 餐会 段子来我办公室 马总 什么事 今天这个人是来找你的吧 嗯 你知道你这么做 是影响了公司的正常工作吧 知道 扰乱了公司的正常秩序 是要扣工资的 扣工资 扣我的吗 不扣你的扣谁的 谁扰乱我扣谁的 可是我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他能来找你吗 我 苏楠楠 今天这个事情影响很坏 你要负责任的 可是我也是受害着呀 我要是知道他来这里胡说八道 我都是要报警的 公司是什么地方 公司是工作的地方 不是处理你们男女关系的地方 可是公司放一个陌生人进来 还坐在我的位置上 是不是公司也有责任呢 你还有理了 行了行了 我看在你以前工作还不错的情况下 我就不扣你工资了 下不为例就是给你提个醒 放心吧 下次不会了 你不想要问我 这小丫头 去答应你 或许可 你不想要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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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呀 你不想要舅舅 你不想要舅舅 石静 你怎么来了 为了报答你昨天晚上照顾我呀 我打算亲自下手给你做一顿大餐 你快开门吧 我都等你半天了 不用那么丰盛吧 这不是为了庆祝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吗 谢谢啊 那个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是不是还说了挺多胡话的 没有 你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怎么喊都喊不醒 那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 谢谢你昨天晚上收留了我一晚 没把我一个人扔那儿 你是因为心里还有喜欢的人 所以才一直不愿意接受我的吗 你说什么呢 我们只是好朋友 别想多了 我知道的 你瞧我啊 说这些干吗呀 来 我们喝一杯吧 就为了庆祝你今天第一天上班 你别喝那么多了 没关系的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是真的喜欢你 别再说这些了 别再说这些了 你能别再想暖暖了吗 重新跟我开始 你怎么知道暖暖 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暖暖的 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暖暖的 答应我行吗 我答应你什么 没关系 这件事情呢 我已经都帮你解决好了 什么意思 你解决什么了 我去暖暖的公司找暖暖了 我跟她说了咱俩的事 我觉得暖暖也挺好的 她能理解 她说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她也不再喜欢你了 所以你心里能不能别的想着她 我也就是找她随便聊聊 别的什么也没说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不想有任何人躺在我们中间 谁让你去找我 出去 出去 许灿 你别后悔 带我男人 想成愉快 放好了 那我就回来 把你炸掉 是 餐厅 我 谁啊 怎么又是你 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 你打算就一直这样下去吗 他把我从他家赶出去了 所以呢 我告诉他了 我今天去你公司找你的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自从分手了之后 我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甚至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我都删除了 我也已经开始了 我自己的新生活 可是他心里还有你啊 那是他的事情 我该怎么办 他 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可能再也不想见我 但我看得出来 你是真心喜欢他的 我喜欢有什么用啊 该喜欢的人是你 你 给他点时间吧 他会明白的 对不起啊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不要再见面 同样 我也是 再见 你 开导了一个多小时了 终于能喝口水了 又怎么了 什么 怎么是你 那个 我知道时间去公司找你了 所以我特地来道歉 你的道歉我收下了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那个 对了 奶奶 我最近换了份新工作 现在在公司当产品经理 而且我也搬新家了 很好啊 恭喜你 奶奶 我真的快要成功了 你等我 你一定要等我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奶奶 你回家 好好把手处理一下 奶奶 我知道你还是在乎我的 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呢 谢谢你的奋斗兔 冯兄化吉 晚安 明天见 希望明天能赶得上吧 主人起床了 新的一天开始啦 主人起床了 新的一天开始啦 主人起床了 新的一天开始啦 今晚明是一天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说三分钟 快到点了 拜托老天爷 让我见上一面吧 老板 三点了 这一句谢谢 终于可以说出口了 锦楼 我想跟你说 最后 还是没能当面说出来 不过 杨茜茜 谢谢你呀 主人起床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谁呀 大周末的一大早就敲闷 小姑娘 你还在睡觉呢 阿姨 您好 是不是要交房租了 对不起啊 我这几天给忙忘了 我现在就去给您转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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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还没到日子呢 没有没有 那个房租啊 不是快要到期了吗 我就是想来问问你 阿姨 您放心 我还续租的 到时候我们直接续约就好了 那就好 但是你看哦 你住在这里两年了 对吧 一分钱都没涨过 那您的意思是 要涨多少 我呢也打听过了 楼下那一家 已经住四千块了 说明年啊 还得涨价呢 你说你还是两千五 要不您直说吧 您想涨多少 我呢也不会要这么多 三千五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那个合同啊 还是住两年 两年里啊 不涨价了 这样吧 阿姨 您能不能给我点时间 我考虑考虑 我呢先走了 考虑好了告诉我 真的涨得不多的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见啊 阿姨 慢走 天哪 这个就卧泡汤了 一个月以前 一年 一万二 你告诉我 我上哪儿去找那么多钱啊 这么着急吗 不是应该提前一个月跟你说吗 他老人家 我怎么好意思跟他算那么清楚啊 那他老人家给你涨房租的时候 可没给你留情面啊 那我有什么办法 他说了 小姑娘呀 这是市场家 晓得吧 他又没有有漫天要价 那你真的要搬出去吗 先看一套再说呗 要是能原价换一套 我干嘛不换 那咱们在手机上看不就行了吗 你非得来这儿啊 可是网上的信息我怕不靠谱嘛 走啦 你陪我看一下 走啦 你好 二位美女啊 要买房吗 我们这有最新的 满屋金装秀双卧室 朝南小户乡 我们来租房呢 先请坐 小李啊 来两杯水 您大概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呀 你们两位吗 没有 我一个人住 我给您看一下 我们最新的房源信息 大概想要多大面积的 大概五十平米左右 跟我以前住的差不多就行 对吧 这个面积啊最抢手了 剩的不多 我给您看看 好 来 麻烦问一下 您大概预算是多少 两千五 两千五 好像没有啊 有 四十三平 预算两千三 你看怎么样 这么差啊 这个价位 加上这个面积 整个这样了 你这也太差了 好歹电器家具 你得配齐啊 那要么 面积小一点 那要么 预算涨一点 我就两千五百块 要么你在这里面 帮我找一套 有家具的 便器配齐的 面积小一点也行 行 我试试 有 有三套 但是面积啊 都不到三十平 你看 你最多能介绍多少 三千 那个 三千的 三 三千 好 看 怎么样 超大阳台 还有这个 二位美女啊 我们的价格 比这附近最便宜的 好 这样 这是我们的名片 您考虑好了呀 给我打个电话 这上面有我微信 好 谢谢啊 来 再见 走吧 要么我住远点好了 那不行 我不要跟你分开 要不 我就去那个 二十平米的地方集集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东西这么多 那总不可能去住毛皮房吧 你想想 家具啊 电器 还有一大笔钱呢 要不你住我家吧 我不收你房租 住一两天还行 总不能一直住你家吧 怎么了 你嫌弃我啊 好啦 我没心思开玩笑 行吧 咱们再去看两家 我就不信还找不着了 走 走 走 我会不会太穷了 不是你穷 是现在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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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俩好像有点疼 我叫你别喝冰的 你说 我要不要去跟房东说说 让他降降价呀 要不我先借给你吧 得了吧你 我还不知道你 月光族 行了 要不你请我吃饭吧 我都快饿死了 行 以后天天请你吃饭 这是怎么算 都多不出那一千块啊 又跌了 又跌了 这下本都要跌没了 请进 马总 乱乱 怎么了 上次妈妈贝贝的项目 我的奖金 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 这个得问一下财务啊 我已经问过财务了 他说给你签字 不是 你很着急用钱吗 挺着急的 这个事情啊 在根据流程做 一般都在三个月啊 已经三个多月了 您是否可以把我的那部分 先批下来 我得一视同仁啊 我接给你 不接给别人 别人也会有意见 是啊 可是马总 我真的很急需用钱 暖暖 这个公司 不是给你一个人开的 再说了 我马达什么时候 欠我别人的工资啊 快了 快了 理解一下 好 接着 好 杨枝干糯 啊 黑糖丢丢 这个 这个太甜了有点 对啊 你不是减肥的吗 保佑我基金张张张 保佑保佑 这想吃什么猪啊 保佑 好 完了 要露宿街头了 乱乱 睡着啊 乱乱 乱乱 你没睡好啊 不 没有 我们再点点茶 你看看你要喝什么 我不喝了 公司有咖啡呢 我喝咖啡 好吧 那我们喝了啊 看给人家暖暖 不都说了我喝胡桃吗 咖啡 你别拥着咖啡呢 发酷了 这废毕竟了 带人砍房子了 不是 阿姨 我还去租的 就是那个价格 我们还能不能商量商量 我都说了嘛 楼下已经四千了 我的三千五已经很划算了 没办法再跟您讲了 阿姨是这样的 我是打听过了的 楼下它面积更大 然后还多出一间房呢 它都是新装修的 包括什么家用电器 都是全新的 我这儿 不一样的嘛 那我不是给你少了五百吗 小姑娘 你要讲道理的 你再去打听打听 你去看看这个价钱 哪能租到这么好的房子嘛 三千 哪里就三千了 三千五 一分不能少的 三千一 我顶多给你少一百 三千四好不好 阿姨 那你应该提前通知我一个月呀 你看你现在着急涨房租 我就算不住了 也得等一个月再搬出去吧 你讲讲道理嘛 三千二 我 我不能再多了 行 那合同只能一年一签了啊 三千二可不能一次签两年了 嗯 那 那谢谢阿姨 到时候我会给你签合同的 你别跑路啊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阿姨再见 三千二 三千二 一个月三百的话 一年就是三千六百块 那时候涨了七百块 这样算下来一年就是八千四 算了算了 能神一点是一点吧 哥们儿 你得给我争气一点啊 不要让我再破财了 我会给你签好 我还是不得了 我没想到你了 你能不能再破财了 你不得了吗 你不得了吗 感谢观看